我們在同事這些工作的時候 我們現在這個工作團隊做的時候 這個是聖經 這個是Sustainable的一個可持續建築的一個架構 就是說我考慮這些東西 考慮生態環保建築的時候 它必須結合經濟、社會文化、環境 那不用講這怎麼能夠理解 它要跟經濟要結合 跟文化必須結合 這種所謂的考慮這種可持續的建築 才有意義 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所謂的可持續建築 綠色建築的操作純粹的是基礎性 簡單講就是越高就是所謂的越高科技 最後變成象牙塔裡頭的小圈圈玩的東西 你貴的鑰匙的東西 就是沒有希望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少徒社區的情況 這社區不是只有住人 更重要的是文化傳承 就是在透過營造過程當中 如何把這個部落的社區的意識重新凝聚 然後它的文化能夠傳承下來 很多人看這個社區的建築 是看到的很簡單的組織房子 它看不到背後的東西 這是我們現代人的業障 就這樣 那這個是在海峽災區我們設計的一個房子 那這裡面的考慮基本上也就是這樣 當地的民眾能夠做的 而且是生態環保 盡量減少目標的使用 謝謝 再過來 再過來 這個是我們在中國大陸推動的一個 農村的一種 一種建築形式 就是牧國造的 那這牧結構跟傳統的 牧結構是不一樣的 這是結合有一些西方人的牧結構的傳統 結合起來做的 這個我們看一下它這個圓形 這種物質的圓形 搞不好已經用了幾萬年了 都是這種圓形 那歐洲的那個農村的建築 歐洲的木木結構 基本上就是頭這樣來的 從一個 一個 印第安人的那個帳篷的那個那種架構 拉紙以後變成 入手邊那個樣子 這個是自立的那個 農村的一個建築 其實自立的農村的建築 其實是從歐洲或是區 歐洲的傳統 很多的高緯度地區的 原住民的房子就是這種形式的 然後後來發展成 普遍整個歐洲 農村的那個木結構 就是下面看的這兩種 這是一種的建築的原型 木結構的原型 就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東方建築的 木結構的原型 左下角這個東西是 基本的原型 就是兩根棍子 上面它是一個橫桿 這是迎接要來的 高緯度的地方 它是一個三角形 圍起來 由這樣發展出來的 不同的一個一種 木結構的原型接下來 這個是我們在 在銀川那邊設計的 在靠近沙漠地帶的一個 一個農村的一個 一種住宅 傳統的住宅 他們下面 非常重的人 叫做地窩子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 包括西北的人 地窩子它是往地下挖的 也是半屑居的方式 它可以保暖 那我們結合這個地窩子的方式 跟那種 這種上面這個 高緯度建築的傳統 結合起來 跟我們青鋼結構 結合起來的一個 一個建築原型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木結構的 然後這個木結構做好了 用土去包 提這個東西主要就是說 我們這個建築的原型 其實都是有來源的 而且有它的一些 一些它的原理在裡面的 幾萬年來就這樣用了 我們為什麼不能用 這樣 那我們採用這種東西做法 一樣透過我們的新的材料 新的觀念來做一種 還是可以 發揮很大的作用 接下來 那這是青鋼結構 草土的建築 這個都是非常環保的 我們那個 像那個木結構 這種草土的房子 夏天內外溫差差不多十度 以上 換句話說 39度裡面還是維持大概 26、27度左右 因為我們的土 土牆非常厚 它差不多有了 45公分到50公分 然後 樓板呢 也是土 木的領條上面 甘打雷 就是北方建築 大家曉得 甘打雷就是這種做法 土大概有30公分厚 也就是跟窯洞一樣 這種房子跟窯洞一樣 非常東暖夏洋 這是我們四座的一個建築 外面那個棚子呢 夏天就是種上絲瓜 摺蔭 冬天蒙上那個 塑料棚呢 當著溫室 然後熱氣能夠翻到房子裡去 這尿分分離廁所 這個 這個東西適合這個 這是未來的廁所 主要是這一代不要用的話 下一代就可以用這種廁所 尿分分離 這要稍微止去 要解釋一下 一分鐘 一分鐘 稍微止 稍微止去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 普遍來講 我們的超級馬董 超級馬董 超級馬董是 把它稀釋以後 來輸送 需要大量的水 尿分分離的話 它就是從 離開我們身體的 就是把它切開 分開了 糞便其實是 水分很少的 它要乾燥 很容易 尿 尿跟糞 不要我們的 一般傳統的就是糞坑 混在一起不行 混在一起你不會乾 你要把它乾燥很困難 尿跟糞 分開的時候 非常好處理 可以回收 可以很快的無害化 也不要浪費很多的水 而且這個是資源 你這個 湊水馬董一沖下去的時候 你要花天文數字去做下水道 天文數字去做不水處理 人類幹這種 愚蠢的事情 就這樣 所以 這一輩子 豬便沒有用 下一輩子 絕對要用這個 因為我們的水質也不夠 我們環境污染 我們必須回收再使用 這個 我們在農村退光的時候 尿分離這什麼 那這種東西是可以用在公寓裡頭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都在設計著 那這是天福 在那個 剛才提到的那個 新竹介石鄉的那個千村的 那 這個因為它的基地非常小 所以它密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發展出一套構造系統 它可以因應地形變化 這樣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再下來 這套構造系統 再下來 最重要的是 你只要一個 玩手 你就可以把房子蓋起來 像比較高一樣 也就是說 設計均勻可以採運 那這個房子的造價 相對之下可以比較低 另外就是說 均勻可以採運 可以採運 可以採運四座 這個就是 因應不同的 它的變化 再過來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在農村 蓋的一個禮堂 學校的禮堂 它是利用 中國農村 它利用那個溫棚 來做點 再下來 就是 白天的時候 你把那個捲簾捲起來 陽光 可以吸熱 這個可以按卸居 土是很好 它可以吸熱 白天的時候 把熱量保在土裡頭 晚上的時候 我們把那個捲簾放下來 它裡面去保暖 基本上是不要採軟 的狀況之下 可以人可以活動 因為那邊 如果和別人 最冷也差不多 零下似 似乎所有吧 那起碼它可以維持在零度以上 這樣 這樣